父皇等你死了,我都不会缺粮的 哼,好大的口气呀,怎么正听到消息,是你这边栽民粮食不够吃呢 开玩笑,我早就安排人种了番薯和土豆了,这还会缺粮吗 哦,就是给冯国公带回去的那土豆吗 对呀,我早就料到会有旱灾了,所以土豆生存能力强,早早就让我的莫刀君去种植了 你这小混蛋倒有几分聪明,像你父皇 我才不像你呢,你那么笨 你这小混蛋,要不是你是我的儿子,要不是父皇如此宠爱你,早把你皮都给扒了 那父皇,你把皇位传给我呗,反正你这么宠爱我 父皇,你怎么不说话了,您不是最爱我了吗 全天下最宠爱我的人不就是您吗,您还没说把皇位传给我呢 志弩啊,宠爱归宠爱,但是所谓长幼有序,皇位朕是要传给你的太子哥哥的,所以就不能给你了 父皇,您的皇位不也是抢过来的,你也不是太子啊 难不成你是在暗示我,只要我干掉了我的太子哥哥,我就能继承你的皇位了吗 是不是学你就能够继承皇位呀 你这个混账,朕忍不住了,你到底想要咋样啊 一说呀,咱聊天就不能正常一点吗 没有啊,父皇您自己说的呀,您最宠爱我的,整个天下只有您,那不正好吗 您直接将皇位传给我 混账,行,朕明日就册封你为太子,你直接去东宫给朕读书学习,之后朕奏者也都先送到东宫让你去批阅 别说朕不宠爱你,你不是想继承皇位吗,朕就给你机会 对李二都被逼急了,我才不要搞那么多批事呢,不过想继一下李二而已 那啥父皇啊,咱聊点别的吧,我现在不想当太子了,我现在想修仙 修仙?小小年纪你不学好,朕今天就好好教训你 父皇且慢,我说的是这个修仙 嗯?你哪来的?左下脚领的呀,除了不限量的苹果14 Pro Max外 还现实加码了一万台Type Pro,配置颜色任选,圆圆都可领,马周早都有了 对啊,这左下脚领的苹果14 Pro Max,用着就是俗货 逆子,有这等好事你不告诉父皇 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呀,你去点我视频左下脚专属链接,点击立即下载,上线升升级,就能领到手 朕一会就去,你别打场,朕这次过来,就是跟你商量商量,让你当太子的事情 嗯?别搞我呀李二,我才不要给李二当工具人呢 父皇啊,别聊这个了,聊聊别的吧,你看看你需要点啥,我这有肯定就给你了 纸奴,朕跟你聊认真的呢,朕是真的打算将皇位传授给你呀 你看你先当太子,然后就慢慢的学习,之后就可以继承皇位了呀 只嫌你不是想要继承皇位吗,朕就让你当皇帝 父皇你非要这样搞吗,你确定吗,这特么李二到底想要干嘛呀 好好的我都退了一步了还不行吗,还非要蹬鼻子上脸,真是恶心 智奴啊,父皇可没有跟你开玩笑,父皇是认真的想要将皇位传给你呀 父皇,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成功竟不如从命了,还能够说什么呢 行,这太子我当了,这皇位我也要了哦 啊?嘿嘿嘿 智奴啊,咱们傻 对,手机,左下角的苹果,十四Poma,可没开Po,这已经拿到了,还真是快哈 那当然了,我左下角是专属链接,第二天就官方只有到了 父皇你别转移话题,你都这样说了,儿臣怎么可能还会拒绝你呢 你放心好了,这皇位我要定了,明日我就去东宫学习 我特么我不闹了,咱能不玩了吗 智奴,朕错了 父皇你怎么可能会错呢,错的人是我呀,你没有错,是我不明白你的一番苦心 都是我的错,父皇您放心吧 明日我就去东宫好好学习,等着继承你的皇位 当了这么久的皇帝,想必你也是非常累了 智奴啊,咱就别搞事情了呗,朕这里都给你认错了,咱就退一步吧 那我想搞个六扇门行步 嗯?六扇门是什么东西 哦,六扇门就是跟行步差不多 我最近有点无聊啊,想要弄个六扇门,有彻查天下的权利 让我去破破案,好好玩耍玩耍 嗯... 父皇给个话呀,到底行不行,不行的话,那我直接当太子算了 行行行,都行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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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来 那就多谢父皇了 哼,明日朕就让人送圣旨过来 第二日朝会上,正针对提高料价商人进行整治 诸位爱卿,你们可有和良策,能够治理这群步伐商人 这有啥想的,直接全部抓起来不就好了 商人也是大唐的百姓 虽说他们提高粮价属实过分 但是若这般处理 必定是会造成全大唐的恐慌 不妥不妥 陛下我们可以派人警告一番 让他们不可将粮价提高那么多 可以提高但是有个限度 超过限度再予以重诚 对啊 黄像说的对 这样的商人也能够赚钱了 粮价也不会太贵 百姓呢也能够买得起 我觉得挺好 行那就这样办 黄像你发出黄榜 告诫那群商人不得放肆 粮价不可太高 诺 那个啥 智奴想搞个六扇门 拥有监察天下的权利 他说想破案来着 这是朕已经答应了 你们对于朕的决定 没有意义吗 臣等没有任何意义 那行退朝吧 为什么这群大臣 今天咋就不搞事情了呢 这么拐脚 你说自己给出这么大的权限 再怎么样 也要一字一下再同意的呀 但是这一次 居然啥话也没说 直接就同意了 陛下 你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灌音笔你怎么过来了 臣妾过来看看你啊 二郎宝贝 您干嘛呢 臣妾近来您都没看到 也没啥大事 也就是今天在朝堂上我说 要给智奴搞个六扇门 拥有查探天下的权利 但是不知为何这群大臣都同意了 没有一点意义 这真的让朕有些想不通 陛下 大臣们有意义 你每次都是气半天 这一次没有意义 你反而是困惑起来了 是啊 朕也是庸人自扰啊 但是连就是想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呀 陛下 或许是因为他们怕智奴呢 再加上智奴虽说胡闹 但每一次搞出来的事情 都是立国立民 所以他们也就同意了 哦 是啊 朕一直在想 他们为何不反对 朕反而没有去想智奴 这样来说的话就完全对了 智奴那混账的性格 他们也不敢招惹 而且不少大臣都跟着智奴赚钱呢 哪里会不同意呢 现在比起来 朕的面子还没智奴大呢 陛下不管如何 智奴都是您的儿子啊 而且也是好事 至少智奴现在所做的 都是为了大唐 大家都是为了大唐 嗯 都是为了大唐 第二日黄榜一出 整个长安城的米库全部都关门了 都想拉到外底高下去了 我尼玛 这群商人太过分了 哼 早就该安安老成说的全部抓起算了 哎 抓起来了 事情就更大了 现在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黄像你可还有办法吗 不如我们去问问晋王殿下 这个可以啊 晋王殿下这么聪明 肯定有办法 对对对 那就去找晋王殿下吧 父皇你们过来干嘛 难不成想要后悔 不给我建立六扇门了 这可万万不行哦 我坚决反对的 哎 智奴你误会了 朕这次过来 是有事询问你 并不是要阻止你建立六扇门 父皇 你说 那么今日过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今日那些粮商都在搞事情 将粮价给提高了好几十倍 太过分了 如此昂贵的价格 百姓们怎么可能买得起呢 对呀 这种赚灾难前的商人 就应该好好承办他们 让他们下次不敢放肆了 简直无耻 实在太过分了 那晋王殿下有什么好办法吗 那直接抓起来不就好了 粮食充功 完美呀 晋王殿下 您可还有其他的办法 若是直接将这群商人抓起来 只怕会引起矛盾啊 是啊 智奴 您可有什么更妥善的办法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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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